快篩羊等於確診上路之後 北北基桃84個篩檢站並不會裁撤 而是改為醫師診斷和給藥的地點 換言之民眾拿著兩條線的快篩 來到這裡就能判定領藥 確診和領藥一站搞定 不用再約視訊看診 也不用麻煩親友幫忙領藥 對染疫民眾來說相對方便 而不再需要這麼多醫護人力協助PCR 也有助於舒緩第一線醫療量呢 快篩羊取代PCR 當然是可以節省醫護的人力 因為我們每次刷檢站的一個情況 就可以代表說我們其實在醫護 人力資源上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消耗 快篩羊等於確診 也可以加速有高風險因子的民眾 更快拿到口服抗病毒藥物 醫生認為對降低中重症發生率有幫助 第一個不需要去排隊做PCR 因為PCR還要等一兩天才會有結果 而且結果以後還要確診 然後才開始領藥的程序 如果能夠快篩就變成羊性 就確診的話呢 至少可以省兩到三天的時間 那這個對於及早治療是非常有幫助的 中重症病患能減少也有助於醫療量能 特別是今年一到五月累積2740例中重症個案 最近幾天單日新增也都破200例 儘管雙北空床率還有三成多 全國也有46.8% 醫生提醒人力實際上很吃緊 整個北部醫療人力的一個問題 因為在那個護病比上 其實已經到達非常緊繃的一個程度 你看了再多床 其實也沒有多餘的護理師 這些人力來幫忙去做照護 防疫政策滾動調整 希望疫情升到頂點時 不至於發生意料崩潰 TVB的習慣生 張允熙 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